台北市的后任市长蒋旺安的小内阁到底何时揭晓 前一天蒋旺安再抛出闷饭说 说不要太快揭晓饭才会好吃 目前他的副市长人选传出有三个可能选择 包括国民党立委宁义华 以及前北市副市长欧静德和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但欧静德稍早接受台式新闻访问 则是表示自己年纪太大 没有意愿来听一下稍早欧静德的说法 至于李四川其实在前一天也被平面媒体披露 他其实没有意愿 但现在又传出蒋旺安打出夫人牌 带着他六个月身孕的太太直接上门求救 终于打动这个前副市长李四川 而且他已经决定担任蒋旺安的副市长一职 传出先前蒋旺安才拜托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一场餐序来帮忙劝说 更请出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让李四川能够来放心离开企业 最后则是带着运期登门求救 才让李四川终于点头 但蒋旺安的小内阁人士 还是得要等到团队来做最后权认 感谢观看